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从整个电商行业来观察 无论是国内的淘宝天猫 还是国外的亚马逊 其实无非就是报款效应 这也很符合互联网的特点 而打造报款的核心一环就是流量 亚马逊有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下面给您简要谈谈站外推广引流的一些小知识 1.精细化上架产品 2.利用专业的review站来引流 当你完成好listing就可以开始着手 站外引流工作了 建议从专业的review站开始 原因很简单 这些站点的流量非常大 同时转化也非常的高 首先到专业的review写作网站上 找个专业写手写一些 关于你产品的review 当然你自己会写更好 但是一定要写出好的review review完成后 然后把这些深度review 发布到权威的review站点上去 请记得带上你亚马逊商品的链接 同时也可以找亚马逊的一些红人reviewer 来撰写你的产品的评论 3.Pinterest引流 注册一个Pinterest business账号 最好是Pinterest business账户 注册之后登录 验证你的网站 同时以你亚马逊产品的关键词建立board 注册好账户后登录进去验证你的网站 然后以你的亚马逊产品的关键词为名称建立board 例如你的商品是iPhone 6S Case 那么你就可以建立一个 以iPhone 6S Case为名称的board 4.Fastbook引流 直接把你的亚马逊产品review 发布到你的Fastbook Fan Page里去 打打PPC或者CPM广告 5.Slide Share引流 6.YouTube视频引流 我们要设法把我们的review变成一个YouTube视频 方法如下 1.注册一个YouTube账号 也就是Google账号 2.把上面做成的PPT录制成一段小视频 也就是缓慢的播放PPT 你可以给PPT加上一些背景音乐 随你的喜好 3.登录YouTube 用你的亚马逊商品关键词为名字建立channel 5.将视频发布到这个channel里面 4.同样的在视频的标题和tag中一定要包含你的亚马逊商品的关键词 5.在视频介绍中和第一个评论中留下你的亚马逊商品页面的链接 把你的视频发布到不同的视频平台上也是可以的 6.Google家引流 既然有了review也有了视频 赶快把这些发布到你的Google家页面上吧 总结 亚马逊商品2 亚马逊商品review3 商品和reviewrichpin4 Facebook5 slideshare6 YouTube7 GooglePlus上8 收集反馈 形成新的review 最后还有一点 有时间的时候 记得收集反馈 将这些反馈内容改写成新的review 然后再按上面的流程 陆续发布 以上是为大家分享 感兴趣的卖家 可以尝试上述途径 进行站外推广下 希望大家取得效果